我平时喜欢用的一个mood board 然后准备一些我比较喜欢的 我平时喜欢用的一个mood board 一个小技巧 一般我会在每个月的月初 然后准备一些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我在下一个月可能比较憧憬的一些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下个月可能会有了一些这种心情啊感觉啊 比如说我下个月就可能很想沉浸在学习中这种感觉 或者是我想下一个月有旅行的计划 那我就想有一个很热带风的旅行的感觉 我就会准备一个我的mood board 我叫他mood board 然后可能网上很多博主也是这样叫的 然后他们有的会把这个mood board 粘在一个就是可以 就是有点像那个木屑板 然后你可以钉在上面 然后可能是一小框 像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把我的书桌的正面 整面墙都贴上我比较喜欢的照片啊 或者是日历啊 或者是待办事项啊 有的时候可能我还会贴一些贴纸啊 或者是小朋友给我画的画之类的 我都会贴在上面 如果我觉得是我当月的心情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制作这个mood board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 嗯 我会带你一步一步的来看 我是怎么样找图片 然后怎么样把图片拼接在一起 然后最后成一整路墙的感觉 好了 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 那现在这个桌面呢 就是我一般会找图片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会在里面打上mood board on wall 首先我先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mood board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可能有一些人他会把mood board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是这种木屑板嘛 然后你可以用一些小钉子 然后钉一些东西 我也比较喜欢钉一些材料啊 比如像这种花啊 或者是我喜欢的任何东西 然后贴一些胶带啊之类的 然后看着他就很随意很粗犷的感觉 然后 嗯 我可以再回到刚才这个页面 然后有的人会贴这样一整堵墙 那你如果在本月有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风格 比如像这个风格 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这个月的心情 然后 我大概就会学他一下他这个颜色的颜色的配比 然后你看他也会有一些布料啊 还有铅笔啊 还有这些笔刷啊 这种很有质感的东西 然后拼在这里面 但是可能上墙的话 这就有一些难度啊 你可能就沾一些花啊 布料啊 材料啊之类的 可能 可能帮助你在你下一个月给你更多的灵感之类的 然后对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mood board是这样的 就是我准备把我的牛果小植物 然后放在桌上 然后把我的书堆在前面 然后我有一个最近刚收的一个复古打字键盘 typewriter 然后我准备把我的枪大致贴成就是没有空白的样子 所以对 然后为了节省时间呢 然后我已经把我这个月想做的mood board我已经把它存好了 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文件夹 我们来找一下我的文件夹 啊 啊 我说应该sew mood board 对 我这个mood board project里面我收收藏了33个 嗯 图片 然后大致我这个风格是喜欢这样的 然后 嗯 让我 让我找一下 我应该还有 我为了录这一期视频 我就专门有一些 嗯 没有打印出来 所以我想 跟着 让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 然后这种 这种默默乎乎的风格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像这种 嗯 乡村 吃 早午餐 brunch的感觉 我觉得也很好 然后 对 然后这就大概是我 mood board里面 收集的一些 图片 嗯 我印象当中我应该还有 还有的 对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当月的 sorry 刚才有一些跑题 咦 然后 对 我这个月非常喜欢 Dakota Johnson 她的 她的穿衣 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风格 然后她就很有慵懒的感觉 然后她 就是很甜 很很美的感觉 然后 看到这个 嗯 圣诞节的海边分享的这个照片 我觉得 哇 真的太美了 太美了 然后还有 这个 应该是Victoria Secret的一个超模 她叫 Hosk 还是Elsa 好像她叫 我也很喜欢她 然后这种 这种风格我就非常喜欢了 总之是非常喜欢 然后首先呢 回正题 我又要跑题了 然后 我会在这边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 我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是我已经 是我已经存好的我的Mood Board 让我来找一下 Where is my mood board Chrome Download Yeah 然后这边 我是二月份的嘛 然后三月份的 我是在准备当中 嗯 这些呢 都是我已经下载了 然后 把它们整理出来的 然后 我可能还有一些 没有下载的 我记得是我最后一行 然后 你可以点它 我点这三个点 然后Download Image 然后呢 它就会到文件夹里了 然后 我要把它再挪一个地方 挪到那边 然后 放在我想要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先把它放在这边 因为 我在Mood Board里面的东西 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然后 我要有一个Shortcut 我要把我的Setting 设置一下 设置到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Trick 就如果你有 你比较喜欢用Chrome Download的话 嗯 你可以在你的书签上面 设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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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cuts 就是一些快捷键嘛 然后像我 我就总喜欢 调整我下载文件夹的地方 这样就是免得你倒来倒去嘛 然后就也不要省时间 所以 我就每一次想下载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 下载的这个 地点把它变一下 然后 我们就可以 无忧无虑的下载 无忧无虑的下载 哎 我刚才的 我刚才的Mood Board哪里去了 好 那现在呢 嗯 我已经把屏幕调整到可以分享全屏 然后这就是我大概用的这个界面嘛 然后我们接着来 刚才我选择了这个照片 我觉得它大小应该 比较适合 然后你如果不喜欢有空白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大 因为你可以发现这边的图片 它是不怕被遮盖的 所以 呃像我个人的小技巧 就是我一般会把图片和图片压到中间 就是没有无缝衔接嘛 嗯 这样呢 你剪的时候就会省很大的功夫 就是你剪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中间留一个白边的话 那你可能要剪很多次 像这个贝壳如果 我想让它再大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把它填满整个屏 然后你可以用 啊 arrange的功能 sorry 然后把它 放在 top 那top 不对 那可能我就要 用这个功能 bring front 把它放到前面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它遮挡到前面的话 是不是有遮挡到你喜欢的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大概我想要的感觉 然后我就可以把第一张图结束了 然后第二张图呢 我已经拼好了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点小空白的 如果你不喜欢有种小空白的话 因为它会让你剪很多的地方 然后像我我就会把它基本上五缝衔接起来 这样你就会省很多时间 然后来剪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手撕的感觉 然后这样就会有一些粗糙感 然后这边这个小图边 我们可以再来 mood board 里面找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比较小一点 然后把它 把它放下来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侧面这个小栏里面 可以看一下整体的 view 然后如果你发现它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它缩小或者是把它 zoom 放大 百分之百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一页我基本上四页纸我都用完了 那你可以再添加一页 然后再接着放你之前没有放进来的一些图片 然后这个 这个小姐姐的身材真的是我懵懵以求的 说到身材 我感觉 我的肉肉真的不想离开我 就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每天一周三练 然后吃上面也很注意 但是她就是不愿意离开我 好吧 如果她不愿意离开我 那就跟着我这样一辈子吧 然后我在想有关于减肥的事情 如果 或者健身自律的这样的生活分享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可以 把我一些日常的生活分享 然后我每天是怎么锻炼啊 或者怎么样准备啊 因为 因为我现在比较 比较特殊的一个 怎么说 人生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嘛 就是我现在有多重身份 然后我要学习 然后我要去工作 然后我还要照顾家 然后我还要洗衣做饭 然后我还要带小朋友去周末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还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然后我还要健身 我还要剪视频 录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 这么多的东西 需要做 我是来怎么平衡我的生活 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分享一下 然后接着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要接着把这个照片 因为这个照片我发现 可能手这个部位 只要露出来一点就可以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把手稍微 你看这个图片缩小的时候 稍微留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个图片 还可以再小一点 这样让它贴住一面 它贴住一面的话 你就可以只剪一面 然后这一面呢 也不用再剪两次 一切省时省力为原则 然后我觉得 嗯 这张图片有可能会放不进去 所以我准备再加一张图 加一页 然后把这个小姐姐 因为这个小姐姐 算是我本次的Moodboard里面 最喜欢的 然后这种沙滩读书的感觉 也很美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们两个 放在一起 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它就可以有一个足够的地方 那你看现在我们还空着 大概三个图片的位置 那就可以迅速的再回到 我们刚才的Moodboard里面 然后我们再可以 选一些类似的 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比较 喜欢这样类型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了它之后 选择了它之后 然后把鼠标往下滑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类似的图片 显示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们下载下来 然后补充你刚才 在空开的地方 这个小姐姐 再找一个小姐姐 都很好看的感觉 这个好有意境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刚才说我们大概缺三张图片 然后我觉得可能 这个图片对我来说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我就可以 再选一个 其他我比较喜欢的 再选一个海边看书的这样感觉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我们刚才的这个 里面来看 这个图片是我们没有的 可以把它加进来 然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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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片也是我们刚才没有的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整体有一个 然后这样你就不会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我的最后一张图片 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当你有了你所有mood board这样感觉 可能我觉得我的图片有可能还不够嘛 整面墙的话 可能到后面的话 还可以自己补充啊 比如说装饰啊 这样 比如说你可以把书桌上面 堆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书 然后台灯 然后一些绿植 然后再把你的笔记本啊 像我还有打字机啊 这些你可以当一个装饰 然后摆上来 然后我的下一期视频 我可能会分享一下 我怎样把一个小破桌 对我这个桌子是一个小破桌 为什么叫小破桌 因为首先它是免费来的 因为前一个朋友 他觉得他用不到了 然后我就把它搬到我的卧室 然后当我的一个学习区域 然后呢 我又把它改造了一下 因为之前它太高了 然后根本就够不到 然后桌子也比较旧 所以我准备去二手店 买一个漂亮的桌布 然后把桌子改造一下 嗯 对这应该是我下一个视频 然后回到这边 你可以用这个导出的功能 然后选择好你想要把它放在的地方 像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moveboard的二月份里面 然后你可以打印一个你大概自己想要的名字 叫做一个aspe pagefab combination 然后我们就可以save 然后我们就可以save 我们需要export 我们需要pdf 然后save到2月份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回到2月份里面 准备打印啦 在等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视频在导出嘛 然后我就偷瞄了一下自己 我发现最近自己的皮肤 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有一点想骄傲 然后我发现呢 就是皮现在是远镜头哦 然后我没有用任何的滤镜 我觉得这个皮肤的状态还是蛮好的 然后早晨化的妆嘛 这边好像有一点上眉胶上多了 然后我发现皮肤还是就是很嫩很好的样 毕竟已经30家的人了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上一次呢分享了一些口红的视频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 记得要告诉我 我会再分享一下我平时是怎么护肤 然后是怎么化妆 5分钟嘛 像我一般如果有重要场合 我可能会用10到15分钟的时间出门 因为我不沾假睫毛嘛 所以时间比较快 然后如果要说需要我快速出门的话 我大概5分钟嘛 就能搞定一个妆容 就是还是比较快 然后不要省事 然后我觉得皮肤好 有很大的一个 因为之前我皮肤也是会有一些痘痘啊之类 然后或者是比较干 然后总卡粉的状况 然后我发现我做了一些改变啊 一些微小的改变 然后慢慢就觉得自己是由内而外的 就是内在感觉很轻松 然后外在感觉很水灵 可以这样说吗 然后我就觉得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再分享下一期视频 然后可以 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些有关于护肤啊 有关于怎样可以保持最好的状态啊 这样的视频 好啦 那我就要继续录下一段视频了 好 那下一步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只要你有打印机 然后你连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 就我刚才试图的步骤 你手机上也可以用Pages 或者是你可以用iPad 可以用iPad的东西更大一些 然后iPad也更舒服 然后你当你有听话 你的影片之后 然后把这三个软件 都可以互相连接的 如果你把它存在你的iCloud上面 你把它存在你的三个设备 互相的一个软件下来 然后我们下一步 然后我们 刚才试图的画都 不出来 然后把上线的线线来 然后呢 好吧 然后现在这个线线 我先来看它就是 个红白线 然后再直播 这个照片 有一个 当心的学校 因为小朋友要去游泳课 然后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老贵的 然后小朋友时候看到别人都有一个座 坐在身上 因为很新鲜 所以一段时间就买个人的厨所 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要 所以我可能还要等爸爸妈妈 然后教一下我们的所谈 什么从右转三下 从左转转三下 然后到时期 我都会告诉你 而且我怎么样重新设置你 我现在可以等后面 好 放一块 然后再放一块 再放一块 先放一块 放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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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小地桥 让我们在等会儿 想想想想想想 你要把你要你如果是租客的话 然后你要往墙上贴东西 可能贴上透明胶带 就会啊 之后你可能往前撕的时候 那些胶带就会粘在墙上 所以要避免这种现象 你可以买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上面 你可以写字 然后就可以 就是挡胶带来 就是它挺幻等的 然后改天的原点 然后我觉得 果面应该滚胶带就要取胶带吧 我觉得它还蛮好 而且它上墙之后 它基本上要出来 我觉得它的固度还选择很好 而且它的脚要是会再滚胶 这个滚胶带起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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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 我现在要把它 再加上 今天再见 请看下 你 我 今天 南哥哥 我们是四个小孩 然后 你 绕了 我 我 有时候 我看了 我 我 于是 我 结婚了 我们学校 有任性的时候 很多领导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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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